所以侯友宜說我有願景 我的願景就是趙少康的願景 趙少康不是說這些證件都是我的嗎 好 請教一下益川哥 昨天到今天開始 侯友宜開始提出很多證件 但是都是跟中國很有關係 大家能吃嗎 侯友宜說當選之後 要大量開放終身來到臺灣就業 林俊仙說你瘋了嗎 林桌水說 那臺灣年輕人低性的痛苦 你不先照顧 你開放陸生來臺灣就業 這樣大量開放會造成臺灣什麼問題 對 昨天侯友宜提這個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特別提這件事情 中國學生到全世界去就學就業 已經造成很多國家的困擾 連美國現在聽到中國學生 都怕怕 怕怕 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些 真的是很有錢來賭的 然後來到那個地方就炫富 跑車什麼什麼名牌的 那對當地的這些學生 跟整個學校來說 沒錯 當然你帶來很多錢 因為你繳了很多學費來 可是後來發現說這些學生來 中國的核心可以出國去採取 不是像我們臺灣人的 我們現在假設我要申請去史丹佛 申請去這個博客來 網路寫一寫 找教授寫推薦信 我就有機會收到一個入學通知嘛 然後我就去讀書了 我不用經過政府啊 我幹嘛找政府 我自己都處理好了嘛 可是在中國不可能 中國的留學生要出來 一定要經過共產黨的 不可能這麼簡單 好 所以侯友宜現在提這個中國學生來臺灣 讀書還就業 光就業這件事情就很嚴重 中國做的這個失業率調查 城鎮失業率 就是說在城鎮裡頭的失業率是20% 那農村的不算 所以當時在做失業率調查的時候 很多青年是被趕回農村 那那個城鎮失業率就可以維持在20% 不會再往上升 你現在侯友是要叫這些中國失業的 中國學生來臺灣找工作嗎 前一陣子還有一個很厲害的照片 就有一個廣州中山大學的學生 畢業生一個女孩子我記得 然後他跑去雲南的一個路邊 把他放了一個牌子說 我陪你聊天 談一下人生的道理 然後呢 談完的這個終點費是台幣260元 他是廣州中山大學的學生 畢業生 也就是說在中國現在很多的這個學生是失業的 難道侯友宜你是要兩岸一家親 你要幫中國解決失業問題 然後透過中國的這些學生來到台灣 然後去做很廉價的這些工作嗎 現在沒什麼這也不符合人權 問題是你覺得中國的學生來臺灣 他可以接受很低很低的工資嗎 不可能 他有資料可以來臺灣的 是根據共產黨新齋 那些人來臺灣 他不可能去做 一個月最低工資在工作 他也是會挑 他一挑又跟臺灣的年輕人講工作 這整個的論述的邏輯的謬誤啊 就回到十年前的太陽花嘛 當時的福茂不就是這樣子嗎 福茂在討論的時候 就中國大量的這些人來臺灣工作嘛 現在侯友以直把說成是中國的這一個大學生 來臺灣這個工作 或者是來臺灣念大學 就留在臺灣工作 對臺灣的年輕人來說 臺灣的年輕人就找不到頭路了 你又要用 而且那新聞叫做大量 大量 對臺灣的這個青年的這個就業來說 會是很大的衝擊 我不知道侯友以為什麼要忽然間提這個 因為照顧康嗎 你是要講給中國聽嗎 你是要講給誰聽嗎 不然我問你侯友你現在去各國 各個臺灣的各大學行為演講 跟臺灣所有大學生說 我跟你講我當選總統 我會引進大量的中國學生來臺灣工作 跟你們拚 你們不要怕 臺灣人不要怕 中國學生來不用怕 我今天在另外一個節目 那個來賓跟我說 來喔 來喔 誰統戰誰 你就統戰他 你用民主制度統戰他 你沒事幹嘛惹這種 你叫我們統戰 你為什麼要搞這種飛機 我覺得侯友以現在大型 就什麼政策他都敢講 以前可能比較保守 現在就整個豁出去 因為趙少康在前面帶隊 侯友以就跟著走 所以家康你看嘛 那侯友以也不用演啦 反正就是趙少康一致 透過侯友的嘴講出來不就好了嗎 沒有我覺得啦 其實我可以看到 預想到下禮拜開始 藍綠的政策會互相的攻防 那民眾旁邊繼續玩沙玩草 對不對 這我先說一下 因為侯友以他沒有改變 他的一些中心思想他一直就說兩岸需要交流 所以現在提出一個學生來交流 對不對 但是我們都知道現有的 我們國家內的制度裡面 不管是移民主 他本來就很嚴謹的審核機制 就算你說你要大量開放 但你在過來的時候 你要來就讀 我們還是有很嚴謹的審核機制 那未來就業那方面 如果這些學生他真的願意留下來就業 那有工作證要去申請嗎 那以及你的特定的工作 我很認 那如果有個中生要來強的工作 你願意把你的工作給他嗎 就是你要看 你是開放哪一種族群 哪些部分是沒有開放 以及如果有開放的話 有多少的原有保障 我們自己國內 臺灣的民眾在就讀 這才是未來 如果真的有機會執政 那是有一個明確的方案 要出現 現在是提出一個願景 他的願景的最大目標 跟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們希望兩岸要交流 不只是商機 教育機會 而不是只是現在看到每天飛來飛去的戰績而已 大概是這個意思 就我補充一下 這個開放中國學生或中國旅行團 就類似臺灣的水果 這一樣 臺灣的水果會跟你說 三百二十五要跟你買 四百二十五要跟你買 我們的農民進一堆 蜜民進一堆 吃一堆之後他說 縮起來 沒有了 那現在開放中國學生來 然後各大學都準備好 迎接這些這些大 這個中國來的大學生 好 結果來了之後呢 假設來了五千人 結果讀了一學期 他說 你們總統亂講話 亂七八糟 委婉一國兩制 五千個通通給我回來 原來準備要給他們住了宿舍 那些老師課程 全部都沒 包括就業也是一樣 就說就業來的時候 忽然間來個幾萬人就業 那臺灣的生意人想說 現在勞工有夠了 常常一直開下去 結果說你們的總統亂講話 通通給我回來 因為整萬人 香港全國都沒了 那我們那些錯生意 請員工的人怎麼辦 所以這些事情 在過去的農產品 漁產品的漁民跟農民 跟臺灣的旅行社 已經深受其害了 所以現在還要去弄這些大學 然後以大學收不到學生 沒有學生來賭為理由 把中國學生移過來 然後說這些私益道理就不會倒 你還要騙一道 騙不了這私益道理都準備好 送信都傳好了 然後課程也都開了 來念一個學期說 拜拜 我們不念了 因為兩岸關係不好 你是不是在爭校 好 但益川哥 你現在進立法院之後 未來可能很多要讚的 你要說黃國昌下贊帖了 黃國昌之前沒有理你 他到現在還沒有理你 我以為你要念說要理我了 沒有要理你 他現在沒有理你 那怎麼辦呢 你接下來還要跟很多人讚 對 沒關係 我就繼續挑戰黃國昌 因為這些題目黃國昌也要出來 但他同不同樣 上次那個太陽花的時候 他就是反對這種事情 那這次他就也要站出來 因為民眾黨柯文哲這一題 那你要不要跟他站這一題好了 沒關係 站什麼都可以 只要國昌老師 你決定時間地點 題目主辦單位 這個什麼什麼的 這個電視台 聲音大聲音小是不是 聲音大聲音小 不要再多大支多小支 要不要開直播 通通你決定 我們就要進入到公共政策的討論 隨時外 你不要一直躲在 那個你的直播裡頭 長安你這樣 扣扣八百幾萬 拜託大家 捐五百 捐五百 我跟他八百幾萬 你不要一直躲在那邊 就在那邊募款而已 出來做公共政策的討論 才是國昌老師該做的事 那你之後不只黃國昌 你還有謝龍介 你還有那個韓國瑜 謝龍介我跟他講了 我那天去台南跟他講了 我說台南 到台南辦也可以 台南什麼角落都可以 謝龍介到現在也不敢接招 謝龍介到現在也不敢接招